現在我們要用最期待的心情 最熱烈的心情 來歡迎我們的 韓劉雯總統上來做我們說話 剛才給我們做一個非常精彩演講的 我們華麟縣 我們縣長候選人 Glass 還有我們的總幹事 他的演講也是非常非常的棒 所以主委 你這次有信心嗎 有啊 我跟我們主委 他就跟我說 敬拜 會行 這一次會贏 我們的江蘇軍 我們的前主委 我們現任的顏主委 還有我們 我們 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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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是老伙伴 我們的副實斤長 我们的郭父子彪小弟 还有我们站在后面 我刚才看了一看 都很年轻 我们给年轻人一个机会好不好 我们给他一些鼓励好不好 跟他们都抗选好不好 好 刚才古拉斯的演讲精不精彩啊 我听了我都觉得 我们选对人了 古拉斯还谢谢我们 清明他来担任我们花莲县县长的候选人 我要告诉古拉斯 我要谢谢古拉斯愿意跳起这个责任 我们可以给古拉斯鼓励一下好吗 这个选战会是很辛苦的一个选战 但是我们的主任委员也告诉我们说 这一次一定可以赢吧 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没有信心 有 选战会是很辛苦 但是困难艰困不代表不可能 虽然刚才古拉斯说我们要选择不可能的任务 他说不可能因为我们最后会成功的 那古拉斯我刚才听过 他做了一个对我们花莲现在熟组的情况 最后会成功的 我们要不要解放花莲吗 要 要 要不要解放花莲吗 要 要 有没有信心 有 我们要打破这里的家族甚至 我们把花莲治理好 让我们花莲人觉得很关闻 大家说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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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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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光 当民进党主席2008年 从2008年担任民进党主席以来 花莲一直是每一任的民进党党主席最大的挑战 那我们知道这里很困难 但是我们也反而没有忘记我们对花莲人的承诺 甚至多年 我们派出的都是最优秀的候选人 而我们执政以后 对花莲的建设也从来没有打过这扣 2010年花莲县立委浮选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派出条件最好的美清上战场 虽然我们没有赢那场选举 但是美清开始深耕花莲 那场的选举让我印象深刻 几乎全台湾的民进党人都跑到花莲来住场 我们全花莲的支持者也全部动了 虽然没有成功 但是那是一个非常让我们感动的一场选举 2012年美清出了民生去立委 那个时候美清可以回到她最熟悉的国际外交领域 但是她选择跟花莲人在一起 那个时候我常常看她提着她的猫龙 每一天每一个周末很辛苦地往来台北跟花莲之间 而且她的猫越来越胖 所以跟猫一起旅行对她来讲 确实是越来越沉重的一个辅导 不过她觉得跟花莲人在一起的感觉真的很好 她其实也在立委任内替我们花莲争取了不少交通的建设 那我们民进党有一个传统 就是我们立法院的交通委员会 我们一定会优先礼納东部的立委 花莲台东的立委 我们知道花莲的交通建设是最需要的 所以虽然立法院的交通委员会 是一个很热闻的委员会 大家都强调进去 民进党永远给我们东部的立委留下优先的位置 她也希望把这里的交通做好 产业和观光可以带到我们的花莲 那让我们花莲人有更多更好的工作 那今天我们要再一次派出我们最好的人选 这个人就站在我旁边的古拉什 你会问我 我怎么认识古拉什的 你也会跟我说 你今晚到晚你找这么好的人选 我跟各位报告 我第一次看到古拉什的时候 我还没跟他讲过 是他在桃园担任人工局的局长 那时候我听完他就给报告 我觉得这位局长真的很能干 讲话非常清楚 调理声明 很带有自信 所以我相信古拉什一定是 未来我们原住民 具有代表性的 非常重要的人 所以在后来 我觉得我们应该持续让古拉什有更好的机会 所以我就提名他做部分区立委 之后的历史大家都知道了 他做了我们行政院的发言人 也做了总统府的发言人 所以我要告诉我们的支持者 我们的乡亲 这一次我们派出的是最佳的人选 而且最余谈的候选人 如同同一奥 那我刚才也仔细得听古拉什 他对我们花莲的愿急 没有错 花莲这几年确实 总觉得应该有一些发展 有一些机会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 县长在地的首长 是不是有那个心 也愿意跟花莲人一起努力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古拉什告诉我们 他跟我们花莲人一起 跟我们花莲团队 大家一起来 一起来拼 他也说好不好 好 好 他也说好不好 好 好 除了 他说他要连结世界的花莲 要打造一个连结世界的花莲 他要比照欧美日先进国家 整合我们县里面的交通 观光和食属 发展成为一个便利的保护平台 他还有一个重要的政策 就是要打造农业升级的花莲 一方面要招商引资 让更多的企业来我们花莲设厂 另外一方面 他也要发展智慧工业 建立在地的加工 冷链跟运输系统 古拉斯认真有能力 他有完整的中央力量 有开阔的势力跟 最重要的一件事 他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人 大家猛一妈 好 好 他已经准备好了 他要让我们的花莲 产业再升级 拼出多元的市场 把最好的花莲 形象到全世界 古拉斯的老家 在狱里 叫做塔拉曼夫罗 塔拉曼夫罗 有没有在塔拉曼夫罗 今天有没有人来 有 在哪里聚首一下好吗 好 在那里 恭喜哈拉曼夫罗 我们付了一个 非常能量的女生 从刚才的演讲 你就知道 古拉斯不但了解花莲的需求 他更了解花莲心理的感受 所以 我们要知道花莲需要什么样的建设 得知道花莲心中所想的 荣耀花莲是什么样的花莲 所以 在这里 我要郑重的跟大家说 我们选择古拉斯 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我们也希望花莲 相信我们一起来 让我们这个正确的选择 将来来带领我们好不好 好 好 我们在中央执政 过去的这几年 我们持续的 物件花莲的长造幅广 我们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也编列了预算 来强化我们部落文化的健康站 硬体的设施 所以我经过我们的圆明会的主演 一架又做了一个简报 好 老师现在在我们原乡部落里面 我们的这个长造的服务 还有健康站 做得非常的好 很多的年轻人 回去有就业的机会 而我们的老人家 得到更好的照顾 我们将来盧拉斯当县 派经跟中央 我们一起合作 我们将来做得更好 好不好 好 来跟这位报告 我们中央政府 明年的总预算 将会创历史新高 那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国家的力量变大 我们的GDP变大 我们有更多的财政的资源 可以同志在我们的国家 所以 我们将会投资更多 在社会福利 社会照顾 我们照顾老人家的 我们的长期照顾 2.0 我2016年担任总统的时候 我们预算只有51 全国的预算只有51 今年已经到达600多亿 明年会大高670几亿 我曾经到一些原住民部落去 看我们部落里面的朋友 有老人家跟我讲 头目告诉我 他说 我们要长照 那一瞬间 我突然觉得说 我们都觉得头目很厉害啊 可是头目说他也需要长照 所以 这个长照的需求 是每个人都需要 我们每个人都会老啊 这个长照 对台湾的社会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我预计 我们逐年的增加 而且我们财政的准备 也都准备好 我们要有一个贴心的现场 让我们长照做得更贴心更好 大家说好不好 好 我们也会投入在地方建设 我们把地方建设的预算也增加了 那我们要有一个能干的现场 把建设做在我们花园人最需要的地方 让花园人能够感到便利 让花园人有个发展的机会 大家说好不好 好 好 所以 已经准备好 我们愿意投资地方 也愿意跟地方一起来合作 重点是 我们有没有一个好的现场 带着大家 我们一起来努力 所以 这个曾经在立法院当过 立法委员 在行政院当过发言人 各位 发言人不是出来讲讲话而已 发言人必须把行政院 所有部会的业务 跟政策搞得很清楚的时候 他才可以出来讲话 所以 他事实上 他知道 我们行政院各部会 也知道各部会的人 到哪里找什么人 做什么事 也知道各部会的政策 他也中国总统组的发言人 所以什么都行不通的时候 他知道 要打电话给总统了 所以 到现在 有行政院的支持 也有总统的支持 至少 看打电话是有人接的 所以 我们选战到现在 只剩下倒数82天 我们要用最好的政策 来说服发言人 用最好的中央政策 和政绩 来支持我们乡亲的支持 我们所有的候选人 和党公子 在这里 党主席要拜托你们 我们要全力充斥 把我们的理念 还有我们对发言人的愿景 一变又一变的